好帅喔 兔子快递将每个人取下的愿望 化作物件装进箱子 历经各种奇幻旅程 将欢乐与祝福 送到每个人身边 圆展区中复灯作品 台北吐给乐 以近三层楼高的四面巨型LED 立体影像装置 打造礼物箱造型灯饰 带给观众无限惊喜 我想做一个可以合家观赏 然后让大人小孩 都有很有幸福感的一个灯 那这个箱子的这个idea呢 其实来自于这个 大家疫情最有感觉是什么 就是全世界共感其实开箱嘛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去实体的商品 大家都在网路上订物 然后就会有一个箱子 所以这个箱子其实是我送给台北市的一个礼物 送给小朋友的一个礼物 那这个 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后面的小朋友 其实都是很进行的在玩 其实就是一个庆祝疫情过后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看灯 那小时候看灯的感觉 其实就是充满了幸福感 那这个灯 其实它有什么亮点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 它是一个 第一个 它是一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 小朋友跑来跑去 它是一个 有体感互动 科技互动的一颗灯 你可以跟它互动 也有声音 是real time的 即时的 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你可以去探索箱子里面 有什么东西 那第二件事情呢 它是一个 全台最大的罗眼3D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 罗眼3D 以这样的尺寸出现 那来到松烟 我们就看到这个 大型的罗眼3D 再来就是 罗眼3D 不只是视觉的惊喜以外 其实它是包含了一个 整个快递公司 这只兔子的故事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 可以来这边体验 然后一起感受 这个走春 一起跨年 看灯的这种幸福感 位在松烟生态湖畔 都市里的印花布 将客家诗歌词中的故事 以带有文化意义 与生活体验的花纹 剪纸蓝染 转化成都会风格 让民众一起想象 与编织出新的 客家美学体验 我是一位服装实际师 所以这次是用 我服装设计跟客家的元素 在跟客制部分 做这个结合 所以当然客家的文化里面 有很多很漂亮的樱花 很多的布花 就是在客家的文化里面 是很多人会看到这个樱花 会知道 这个是客家文化 所以这次我们是把它 这次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元素 把它就分解 把它变成一个很地上的一个 实名的一个投影这样子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然后我们把它有不同的花 有台北的景色 把它全部做一个动态的 跟着客家的音乐的一个动感的 一个投影的艺术这样子 环绕大树12米的铁雕餐桌 是纸雕艺术家陈若涵的作品 种下台北的味道 透过餐桌意象 表现味道菜肴 对土地文化的重要性 也象征新住民与台北的共荣与圆满 为什么叫做种下台北味道 除了呼应就是它在一棵大树下 然后围绕的大树 其实因为新住民啊 现在在台北台湾 有非常多各个国家的新住民 所以我用一道一道新住民料理 然后想要呈现的是 就是文化跟族群 共融共好的一个样态 那我用一个12米的大圆桌来呈现 那我们先看在桌上 是有粉红色的这个桌巾 那这个桌巾其实想要呼应的 就是在台湾版斗的 这个热热闹闹的氛围 然后版斗不是也都用 粉红色的桌巾去铺上去吗 然后所以我就用粉红色的桌巾来呈现 那在这个桌面上总共有15道 不同国家的新住民料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有跟就是新住民的朋友 真的一起来共创 然后把他们的味道刻画下来 那这次的作品很特别的是 它是一整圈 所以作品 应该说作品菜肴呼应这个椅子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之后 可以很闲适的选一个 他喜欢的座位坐下来 然后在大树下喝咖啡 或是跟朋友聊聊天 然后同时看这个作品 以竹材编织代表着各种文化融合 作品我们在这 象征经过各种生活挑战与磨练 新住民们仍以坚定的温柔 抵抗风风雨雨 守护家园的未来 那我们这次的整个策展里面 就是我们在这 所以我们想要把新移民 新二代在台湾 常常聚会的这个感觉 给分享出来 所以这件作品 其实大家可以到里面去 老师也是希望说 大家在这个作品里面可以坐下来 欣赏这种松烟的音乐 然后松烟的这个氛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分为几个结构 第一个就是老师擅长的竹编结构 这个竹编结构呢 透过外我们可以数一圈 一共有十二片 这十二片也代表台北的十二个行政区 那同时呢 在上方我会看到 透过一些灯笼跟一些彩带 灯笼呢 是希望说在元宵的这时候呢 把这个怀念故乡的情节给带出来 彩带其实是要透过 这种波浪型的意象去讲海洋 因为很多的东南亚移民呢 或行为大家其实是从不同的国家 飘洋过好到台湾到台北 所以其实在这些意象的结合下 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边 欣赏不同的文化背景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未来在整个灯笼的期间 我们一共会有九堂 不同的展演会在这里发生 而这些展演就是依据我们不同的作品 去重新创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聚会之后 把它展演出来 涵盖超过二十件作品的圆展区 灯会期间在一号仓库的多元舞台 还有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等多元族群 带来每日定时八十五场次的精彩演出 园区店家也将隐藏营业至晚上九点 欢迎民众一起走进园区 感受松烟夜晚的独特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